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仔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聚焦在 O2O团购类热门APP的产品分析 那么很显然,O2O团购类的产品 是我们平时经常用到的一类产品 那么这种产品的历史也相对来比较长远 并不是最近两年才出现的 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美团 还有大众点评,还有百度糯米 那目前这三家都是市场份额比较高的 大家经常用 当然了,最近一条大新闻大家也知道 美团和大众点评宣布合并 那么这个也让业界业外都产生了这种巨大的话题 我们一会儿课程当中也会讲到 本次课的课程目标还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 O2O团购行业的发展现状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美团,大众点评,百度糯米 这些热门的产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次课的前部分 我们说提到O2O 其实这个概念最早还是来源于美国 这个并不新鲜 国内大部分的这种互联网产品 都是起源于美国 那么O2O解释一下其实就是online to offline 也就是线上到线下 那么当然了,这是最早的概念 那么现在呢 其实O2O已不仅仅是线上到线下 那么也有可能是从线下到线上 但总体来讲 它其实是将线下的一些商务的机会 和互联网相结合 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 那么这个概念呢 一经传入中国 那么就引发了这种创业者的这种热潮 可以说是墙内开花,墙外乡 那么引发了大批的创业者的追捧 那么在国内掀起了一场非常有名的 在互联网历史上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大战 就叫做千团大战 所谓的千团大战的团指的是团购 那么当时呢 团购的领域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呢 都大打这种价格战 那么各种宣传营销手段也都上了 好多当时有刷这个电视的 有刷电脑的 有刷地铁的 什么都有 当时千团大战 为什么叫千团大战呢 因为参与这个团购大战的互联网公司太多了 但是最后剩下来的其实没几家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 最后剩出的就三家 一个是美团 一个是大众点评 还有是诺米 当然现在呢 美团和大众点评就合一家了 虽然他们都是独立运营 那么由千团大战到现在 卫处 对吧 三国争霸 那么这三三强 为什么能从千团上脱营而出呢 也是有种种原因 那么从这种由千到三 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千团大战是非常惨烈的 像之前团保网啊 什么窝窝团啊 什么拉手啊 这些网站到现在 大家已经很少用了 他们的市场份额已经逐渐的缩水 有些呢都已经倒闭了 那么行业集中现象其实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把这种OTO 这种领域我们细分开来 虽然说我们现在用的美团 大众点评都是以团购为主 但其实我们所谓的OTO类的这种 APP的产品 它其实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团购 外卖 电影 和热门服务 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还是主要聚集在这种团购上 外卖跟电影 我们之前的课程和之后的课程 都会有相关的介绍 但是我们要知道 整个OTO提到OTO 大家要想到这四个方面 团购 外卖 电影和生活服务 那么最成熟的 资格最老的 其实就是团购服务 那么外卖和电影 都是最近比较火热的 生活服务呢 是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 OTO其实不仅仅团购 当然如果问你OTO当中 哪些是比较成熟的 当然是团购 那么团购当中呢 又属餐饮 休闲娱乐和酒店旅游 这些呢 是成为了团购里面 最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是餐饮美食 那么要属这个OTO领域 最成功的一家公司 那么显然是美团 那么美团呢 是整个行业的领先者 这就是为什么 是美团并购大众点评 而不是大众点评 并购美团的原因 那么团购 作为美团的核心业务 一直以来都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那么今年以来 这么团购 这个在整个美团的业务 在增速和市场份额方面 都呈现了这种下滑的态势 当然这也和其他业务的蓬勃发展 有着巨大的联系 我们说大众点评 和这个百度糯米 那么是在这个近一两年当中 增长势头比较明显的 那么当然这种 他们两个增长的明显的原因 却不同 我们说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 为什么在2015年的上半年 那么团购的同比业务增幅 接近300% 是因为大众点评 对于这种三四线的城市的布局 发力卓有成效 原来大众点评 它其实是手握着 这个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 那么在2015年的上半年 大众点评 逐步渗入到这种三四线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 它发力比较明显 那百度糯米 为什么它的增幅也比较大呢 因为百度糯米 由原来的一个收购的公司 转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产品 那么李彦宏也知道 他把百度糯米 做成了一个战略性的产品之后 也放言投入200个亿 来补贴百度糯米 那么百度糯米也充分的利用了 百度系的各样的入口 大家看一下 现在手机百度 百度地图 这种百度系里面的核心产品 那么很多商业化 交易支付类的产品 都导入到了糯米里 所以说糯米呢 最近的体量也非常的 在急速的增加 包括糯米 这个自己打造出来的 517这个吃货节 有一天丧心病狂的推送 一天推送了好几十条 这也是为什么百度糯米最近比较火的原因 那么我们说团购的这种业务 其实在整个欧托领域里面 它的时间是最长的 但是却是又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西洋的一块领域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说欧托的领域 它其实只有一半的这种体验 在线上 什么叫一半的体验在线上 就是我们只有在这种选单交易的时候 它是在线上 但你的一些体验 基本来说都是在线下的 这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会容易出现 无法保证用户的满意度 那么用户呢 可能是在线上的体验比较好 但是线下的体验 就会受到严重的一些损伤 尤其是受到这种价格因素的影响 那么很多商家呢 对于这种团购业务的用户区别对待 导致很多用户在线上体验不错 但是回到线下感觉受到了这种价格歧视 这就导致用户的粘性比较差 而且呢 同行业之间都是在打价格战 门槛比较低 那么使得产品的质量 无法得到保证 那么用户的习惯 也无法粘性在你某一个产品里面 那么往往是以这种价格来作为吸引用户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那并不是以用户体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团购业务在最近这几年 其实在往下滑的趋势走 那么我们说与团购业务相反的几项业务 却是如火如荼 比如说比较火的电影业务 还有外卖业务 都是和团购业务相比 非常火热的一个板块 比如说团购 比如说这个外卖业务 大家看到平时一到过了十一点到中午两点之间 那么大街上跑的最多的已经不是快递小哥了 已经变成了外卖小哥了 大家可以看到身穿饿了吗 美团外卖和百度外卖各种各样的这种外卖人员正在奔波在我们大街小巷 那么外卖业务成为了各个巨头重点打造的一个市场 那么他们这种竞争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各种补贴 各种烧钱 那么最近呢 这个阿里投资的这个口碑 自己的口碑 口碑外卖也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外卖的领域呢 又加入了一个巨头 那么整体来说呢 外卖这个行业 用户的年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 因为毕竟外卖是一个刚需 而且呢 它的体验 一般来说都是纯粹的这种线上的体验 那么无需用户到线下去去操作 所以说体验来说要比团购要好一些 当然外卖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便捷的物流 还有优质的线上和线下的服务体验 菜必须要好 那么还有一块领域 就发展的更好了 我们叫做这个电影 那么在线电影这个行业呢 那么它其实是由这种团购的这种行业转变过来的 原来其实是团购的形式 那么大家呢都是通过团电影券 然后呢到线下去换电票 那么现在呢已经不用去换了 我们可以在线去选座 那么这种在线选座的方式 能够大大简化这种线下的体验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在线上完成选座 选一个非常好的座位 用比较低的价格 然后线下呢不用排队了 直接就去拿你的这种电影券 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这种电影的行业就完成了 从团购业务转向到了这种独立的业务 线上现在的体验成为了融合 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力 那么现在有个数据就是 美团旗下的猫眼电影 已经在在线的这种电影市场的份额 已经占据了60% 应该说是建筑的绝大部分的份额 当然这个数据也在不停的变化 当然现在变化不是往上变化 而是在往下变化 为什么呀 因为它受到了很多家这种冲击 比如说像微信 比如说像百度糯米 比如说像这个淘宝电影 但是呢 无论怎么冲击这个领域 还是比较成熟的 这是因为呢 电影这行业属于票物类的这种产品 产品的标准化程度非常高 无论你是团购的用户 还是这种电影线下的业务 那么大家都是享受一样的服务 都是在观看电影 选座呢 也是相对公平的 都能找到非常好的座位 所以说他从这种形式上 其实已经高于团购了 他的体验已经实现了 非常好的场景化消费 所以说大家看现在买电影票的人 已经绝大多数转向了 这种线上的支付 线上的购买 那么不仅价格上有游会 而且体验上也更好 不用再排队去买这种 不用再选座了 可以提前选座 那么这种场景化的这种应用 场景化的服务 线上线下的这种统一体验 已经成为了未来 这种实现欧托的一种主要的趋势 那么我们说更前沿一点的欧托 就是以生活服务的这种欧托 那么在这种生活服务方面 其实大众点评是做的比较靠前的 我们说大众点评 他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就切入到了婚庆 还有到家等更为垂直 和更为细分的一些领域 向一站式的这种生活服务平台 向转向 也是在纵深的去发展 那么他们也认为 本地生活的欧托 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那么比如说 大众点评凭借对这个 婚庆业务的业务的深耕 已经占据了其63.5%的 这种交易份额 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恐怖的 这是为什么大众点评 在和美团在合并之后 他们两个人虽然是独立运营 但是毕竟是一家公司 那么他们的这种全责划分 也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美团主要打造的 还是原来的这种高频次的 电影啊 外卖啊 团购这种业务 而大众点评 就慢慢的转向了 对生活服务 这种非高频 但是高订单价的 高客单价的这种服务上来 这是两者之间的 未来的一种分工 因为啊 这种生活服务类的 OTO 未来也会成为一种 新的爆发增长点 所以说我们看出呢 OTO未来呢 正在向更加垂直 更加细分的领域去发展 团购呢 虽然是还是作为 它主要的一部分 但是从现在看 实际缺乏了核心竞争力了 那么未来更具象化的 这种用户场景 一战式的 这种生活服务的体验 才是未来 OTO团购类的 这种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OTO团购行业 整体的发展现状 那我们这边呢 罗列出来一种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从2014年的QE 到2015年的QE 整体一年的时间 那么中国 OTO团购领域的市场份额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这种增长态势来看 其实是逐年的增加的 但随着这种人口 红利的这种下降 包括人们 对于这种团购 OTO的这种习惯 那么从增速上 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下降 由2014年的QE 14的22% 26.2% 最高峰的41.7% 已经下降到了8.9% 但是从整体的规模上 其实还是稳步的增长了 已经在2015年第一季度 已经突破了300个亿 应该说市场份额 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我们再从 这几家的这种占比来看 市场份额来看 我们看 那么美团 还是占据了 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它的市场份额呢 是占据了 57% 比例超过了50% 那么排在第二个呢 是大众点评 占据了24.26% 那么第三呢 才是百度糯米 那么随着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 那么两家的市场份额 已经接近80%了 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当然有人调侃 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之后 那么百度糯米的员工 那么自动的实现了年度的指标 已经从市场老三排到了市场老二 但是这种调侃 那么说这两年合并 未来的走向 其实也不好说 也许呢 是一家独大 也许呢 是为百度糯米 甚至这个阿里的口碑 提供更大审空间 这都未可知 那我们再从这个增速来看 增速来看 我们说增速来看 其实最明显的是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已经连续六个月 成交增速行业第一了 单月的增速最高接近300% 大家看这条蓝线是大众点评的 增速是非常高的 那么为什么大众点评的增速比较高呢 那么分析认为啊 就是因为大众点评在着力的发展 生活服务类的 比如像结婚啊 亲子啊 家庄啊 这些细分的品类 那么大众点评都是在重点的发力 那么这些呢 无论是从交易流水来 还是从这种市场规模来 都是其他就领域无法比拟的 所以说在业务收入方面 它是大幅度的增长了 那么我们说2015年 我们再从这个城市的发展来看 城市的发展来看 其实在整个2015年第一季度 中国团购市场市场份额 最多的并不是一线城市 那么二线 三线 四线城市都远超一线城市 那么如果我们把一二线城市 换成一档 三四线城市分为一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三四线城市 其实已经占据了60%多 这也是因为现在这种团购 欧托的团购行业 发展的已经比较成熟了 大家已经由原来这种一二线城市 发展转向到了 更具市场潜力和未来可开发余地的 三四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已经成为了 推动整个欧托团购类 整体市场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那我们再从这个整体的这种行业 规模和预测来角度来看 那么现在2014年 2014年 到了这个248个亿 对吧 2015年预测能够达到 这个2014年是2480个亿 对吧 2015年呢 预测能够达到4190个亿 这预测 那么16年呢 能够预测到6600个亿 那么到17年可以达到 一万个亿 虽然说整体的市场规模在增加 但是我们看环比增长率 其实在逐步的去递点 这也是符合整个行业发展规律的 这个领域会越来越成熟 市场份额呢 也会逐渐的去增长 整体的发展来看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态势 所以说我们从规模上来看 2014年可以达到2480个亿 比去年增长可以说 同比增长78.4% 那么预计呢 2015年欧投市场规模将超过4000个亿 这都是比较可观的数据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这个行业 老大老二老三 他们的发展现状 我们回顾一下美团的发展现状 那么美团呢 它的成立历史 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 它是2010年的1月 它就已经进入了这种A股的融资 当初呢是红杉资本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节点 就是在B轮和C轮的时候 都有阿里巴巴的入股 那么现在呢 阿里巴巴占据了美团股份的10%到20%之间 虽然阿里巴巴是美团的重要的股东之一 但是呢阿里巴巴却很遗憾 没有能够控制到美团 那么业界呢 有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 就是阿里巴巴马云 曾经啊跟美团的CEO王兴聊天聊过 说呀 哎 王兴啊 你呀 干脆把美团啊 让我阿里收了吧 最后呢 王兴开了一句玩笑就说呀 哎 先别着急 未来呢 还不知道谁收购谁呢 那么当然 听完这句话之后呢 阿里巴巴马云很不高兴 那这个小笑话也能够反映出来 美团对于阿里巴巴之间的关系 虽然两者是这种股东 与这种入股者的这种关系 但是呢 阿里巴巴却没有对美团的这种掌控权 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和美团 在很多业务上 其实有重合 有竞争 那么最新的一个数据呢 就2015年 那么美团呢 在寻求第一个的融资 那么虽然呢 这次融资剧情我没有公布 但是呢 他预计的金额呢 会达到7个亿 估值呢 会达到70个亿美元 这里面也写了 对吧 这个阿里呢 参与了美团的B股和C路融资 占据了10到15的股份 但是呢 王兴只是把阿里作为股东之一 他并不希望被阿里所收购 那么阿里对美团的业务 也没有太多的导流 而是自己成立的口碑网 这口碑网很显然 也是做O2O的 那么通过手机淘宝和植物宝各种入口 给口碑网进行导流 正式宣布金融托 包括电影业务 包括外卖业务 都和美团 形成了正面的这种对手 我们再来看看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应该成立时间更早 它在千团大战成立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它是在2006年就成立 开始有A轮融资 融资方呢 同样是红杉资本 我们再看看它的投资方 比较显著的就是腾讯 腾讯呢在2014年开始入股大众点评 从G轮和H轮都开始入股大众点评 可以说大众点评的干爹 可以说是腾讯 那么它的估值在2015年的2月 已经进入了H轮的融资 那么估值呢达到了40多个亿 那么从这份榜单里面可以看到 那么腾讯已经成为了大众点评 最大的一个股东 那么它呢也给大众点评呢 提供了很多入口 比如说在微信里面 在QQ里面都给大众点评提供了很多入口 但是我们都知道微信呢 腾讯做微信做QQ 做社交软件都不错 但对电商应该来说都不成功 那无论是给大众点评 还是给京东 其实导入的流量都不是很可观 虽然说大众点评入住了 微信入口 但是呢流量并不十分明显 那么我们再说说最近非常火的百度糯米 那么百度糯米其实是原来的行业的老三 原来呢其实是属于人人的 那么后来呢由于人人精英不善 百度糯米呢也险遭这种消失 那么最后还好找了一个干爹 由干爹呢变成亲爹 也就是说百度 百度呢重金投入到了糯米 那么曾经排名市场第四的人 也逐渐的攀升到了市场的第三 那么百度给糯米的支撑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从一开始的这种流量的输入 其他资源的支持到现在 已经彻底的变成了百度手中的一个王牌 成为了一个战略级的产品 在本地生活服务的市场上 百度部署了很多很多入口 比如说百度地图 手机百度这些重量级的入口 那么给糯米进行流量的输入 那么有了这些强大的这种流量的输入 那么百度糯米也充分发挥了这种市场的活力 也逐步的去缩小 和第一和第二名的这种市场份额的缩小